美國國務卿克里首次訪問曼格拉國 星期一會見曼格拉國總理哈斯納以及外長馬克·穆德 雙方重點討論反恐問題 今年7月1日 在達卡一家咖啡店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 導致20名人致死亡 當中有17名外國人 伊斯蘭國聲稱是他們所謂 克里向曼格拉國官員表達了美國的支持和對死者的悼念 美國國務院一位資深官員表示 襲擊發生後 美國與曼格拉國雙方展開深入對話 並且加強了雙方政府司法及執法部門 以及軍隊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他還表示曼格拉國會繼續遇到各種挑戰及問題 美國也將會繼續盡力予以支持